这是一对越南籍的外劳情侣 疑似因为这个男方怀疑女友劈腿 她潜入了工厂的宿舍谈判 结果一言不合 持刀杀害了女子 为了毁尸灭机 最后她焚烧了工厂 等到火势扑灭时 这名被害女子已经成了一具交尸 工厂三楼 换出阵阵农业情况一度相当危机 一九派出近百名消防队员到场灌救 半个小时后终于控制火势 但经历火场时 却在卧室找到一名女性交尸 警方接手后更发现 死者身上多处刀伤 怀疑有人故步一阵 坚持立刃将他杀害后 又纵火企图毁尸灭机 他就是狠心杀害女友的27岁越南籍阮性凶贤 根据了解他跟死者是相差15岁的姐弟恋 疑似怀疑对方令结新欢多次争吵 上午11点多凶贤室友又听到他们两个在吵架 凶贤甚至拿刀归武扬言要纵火 大家吓得逃出屋外 没想到几分钟后宿舍真的着火 软性休息也趁空档畏罪逃跑 经历火司机是发现他身上有血迹 然后并且他一直跟司机讲说 他被人追杀 所以司机觉得有异状 才将他带到临近的派出所 情绪失控遭到警方逮捕时 还一度咬蛇企图亲身 幸好送医后只有轻微撕裂伤 对于自己残忍犯刑都用忘记了带过 警方也要进一步追查 到底是什么深仇大盾 让他痛下毒手 众议宣传刘世伟周如 SNG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